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每天給你觀點多元的時事分析 如果你不想錯過各種時事和聲威的討論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今天,就讓圖文不符合大家一起來聊 陳同佳投案事件吧! 去年出來台灣旅遊的香港男子陳同佳 涉嫌在士林殺害同行的香港女友 但因為香港現行的法律無法審判境外殺人 所以最後,只用洗錢罪讓他坐牢 今年初,香港為了要填補這個法律漏洞 開修了逃犯條例,引起了一連串的風波 10月18日,港府說陳同佳想要自首 並願意對他提供相關的協助 那5天之後,陳同佳出獄 在這段期間內,台港政府雖然多次的激烈交通 紛紛抨擊對方是在政治操作 但關於陳同佳到底會不會來台灣投案 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那今天,我們將從陳同佳投案、司法管轄權 還有司法、互助等角度切入 來帶大家一起看看,這個事件中 雙方可能有哪些政治角力和考量 根據陳同佳的輔導牧師管皓明轉述 陳同佳看到自己引發了逃犯條例 和一連串的紛爭,覺得相當的自責 所以希望透過自己的投案,讓一切的紛爭平息 而對此,林鄭任友也表示 這將會舒緩目前香港抗爭的緊張局勢 但陳同佳真的是自願投案嗎? 許多人都認為,事情可能不單純 首先,社會說服他投案的管睦師 同時還具有北京政協的身份 而且陳同佳也曾經說過,自己不想被判死 但比起台灣,香港才是沒死刑的地方 因此外界認為,他決定跑來台灣投案,並不合理 此外,也有法律系的教授表示 雖然港府對此是樂見其成 但根據《香港基本法》第39條 其實香港並不應該把嫌犯交到有死刑的地方接受審判 因為這違背了香港法律重視人權保障的精神 所以綜合剛剛我們提到的論點呢 我們的政府懷疑 陳同佳來抬頭案的這件事情 可能是香港或是中共的政治操作 為了避免台灣主權被矮化 所以第一時間就不要再拒收 也呼籲香港當局不要放棄自己的司法管家權 應該繼續追查陳同佳的殺人案 所謂的司法管家權,又稱為刑事審判權 也就是決定誰有權力審案 那一般可以分為屬人、屬地、保護跟普遍等四種原則 那根據中華民國刑法第三條 台灣確實有這個案件的司法管家權 那另外,根據民進黨政府的說法 香港也有管家權,但為了政治操作,所以寧願放棄 不過,我們之前在《逃犯條例》那一集 其實就有聊到過,奉行屬地原則的香港刑法 照理來說,並沒有境外殺人案的司法審判權 但有趣的是,台灣法務部和香港律政司 最近都曾經說到過 如果境外的刑案,有部分的犯罪行為是發生在香港 例如陳同佳有在香港籌備殺人 那港府就會有管家權 此外,律政司也表示 根據港警掌握到的證據 無法證實陳同佳有殺人 所以最後並沒有向法院提起訴訟 那香港法院自然就會有管家權 因此民進黨故意放棄司法管家權的說法並不成立 他們強調台灣有更多的犯罪證據 所以台灣要處理 理論上,香港應該是沒有此案的司法管家權 但光舊律政司的這一段說辭 其實並不足以證明這件事 因為這邊法院沒有審理的原因 並不是它沒有權利 而是它沒有接到起訴 那說到這邊 我們再回過頭來來看一下這一來一往的回應 民進黨認為 香港有權利審案,但你卻擺爛 而港府的重點則是 我們沒有擺爛,但台灣應該比較適合審 那我們發現 兩邊的言下之意 其實重點都是希望對方要自行處理陳同佳案 那到底香港有沒有司法管家權 目前看起來還是沒有任何的交際 無論如何,台灣這邊有很多人在批評 民進黨政府把司法管家權推給香港的做法 才是在閹割自己的主權 而且還罔顧司法正義 等於是讓政治上的意識形態 凌駕於司法的專業 就在陳同佳要出獄的前一天晚上 蔡英文重申 台灣並沒有放棄司法管家權 那既然香港拒絕幫受害者討回公道 那我們只好自己派人去香港 帶陳同佳回來秀審 不過,許多人都批評他自打嘴巴 看到風向不對才勉強改變立場 民進黨強調 其實我們並不是不讓陳同佳過來 而是希望能在官方對官方的合作下 一起整辦這個案件 因為如果讓陳同佳用自由型搭飛機來台灣的話 食物上可能會有很多延伸的問題 所以必須要謹慎面對 例如,跟通緝犯同班機 誰能保護乘客的安全? 要幫他上手銬或腳鑣嗎? 那這還算是用旅遊簽證嗎? 如果沒有人陪同 那辦案所需要的關鍵證據 像當時陳同佳對港警產城犯案的口供 也要讓他自己帶過來嗎? 有律師分析,這些辦案證據 一般來說都要透過 檢警、系統、認可的管道來輸送 才能確保他在法庭上面保有效力 如果讓嫌犯自己拿過來 確實是滿有爭議的 那要是後來證據不足 台灣的法庭無法重判陳同佳 可能會讓政府再度受到輿論的抨擊 而洛爾會表示 香港政府過去多次拒絕 和台灣進行司法互助的合作 那現在又提議說要讓他自己過來 這顯然是企圖把我們納入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 規避該有的引渡程序,矮化我方的主權 那話說回來 雖然很多人都認為 蔡政府改變主意要去香港打人 是標準的法家彎 但也有些人覺得 這樣不只證明了我們有辦案的決心 而且還變相強迫香港要和我們的司法互助 是傑出的一手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從蔡政府的角度看來 堅持要走官方司法互助的原因 除了剛剛講到的辦案方面的實務問題之外 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 就是想要透過司法互助 來捍衛台灣的主權獨立性 那所謂的司法互助 指的是兩個不同的司法體系 為了共同處理跨境的犯罪 所必須採取的合作模式 而最強健的就是簽署引渡條例之類的 雙邊條約來達成 那因為國際普遍都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 所以我們要跟外界建立這種國與國的合作關係 實務上有點困難 所以大部分都是透過個案協調的方式來處理的 但偏偏這次遇到的對象 剛好就是中國的香港 所以就沒有辦法像其他國家這麼好說話 因為不管是在香港基本法 或是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之下 台灣跟香港其實都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兩邊要建立一個國與國的司法互助 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或許我們就能夠理解 為什麼香港對於台灣的請求 總是不睹不回 因為如果香港真的這麼做了 就等於是承認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但有人認為 2016年香港水泥風扇案的時候 台灣就曾經協助過香港 讓他們的警方來台灣打人 顯示台灣主權的爭議 並不一定會對台港的司法互助造成阻礙 這一切都只是願不願意的問題 否則按照互惠的原則 這次香港應該也要協助台灣辦案才對 不過呢 台灣這邊也有許多法律學者 從另外一個層面提出擔憂 他們認為如果這次香港讓我們去抓人 那基於互惠原則 如果之後香港警察要來台灣 抓曾去香港支持反送中的人 我們恐怕也不能拒絕 等於是無意之間打開了 讓台灣人被送港的大門 非常危險 那就在雙方意見看起來陷入僵局的時候 上週末 台港卻一口同聲的證實 現在雙方已經建立好聯繫的廣道了 那就看陳同佳何時要來投案 不過至於他們到底要怎麼合作的部分 兩邊都沒有多難 看了這麼多觀點之後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複雜程度 其實遠超乎直覺上的想像 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它可能就是一個正義能不能被伸張的問題 所以一旦看到政治人物 只顧著談政治卻互踢皮球 就會覺得非常的反感 但對於雙方政府來說 它除了是專業的法律和政治攻防戰之外 更是難分難解的主權爭議 所以我覺得,特別要比較兩邊誰才在操弄政治 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就一定會有滿滿的政治角力 早在6月的時候 私的父母就曾對林鄭月娥提出 四種為女兒討回公道的建議 分別是以行政命令 讓香港能用個案的方式把人送到台灣 2. 以單次個案的方式 讓香港能夠審理此案 3. 直接修法讓香港有境外管轄權 4. 勸陳同佳自己來台灣投案 香港許多法律界的人士也都認為 其他做法理論上是可行的 但最後,林鄭月娥選了一個 對台灣當局看起來最難接照的方案 明顯是有她的政治算計 例如,從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國際新聞對香港的關注 就從反送中事件悄悄轉移到陳同佳投案 而且,如果民進黨政府處理不好 也很有可能會讓部分兩岸三地的輿論認為 反送中運動的責任 不一定都是出在香港政府身上 那至於我們蔡政府這個球到底接得怎麼樣呢? 就民眾的反應看來 這部分真的有很大的分歧 對於其他陳同佳應該要伏法的人來說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讓嫌犯受到制裁 但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下說拒收 一下說要去抓人,一下說可以等他來 就會感覺政府的立場一直在變 而且就算蔡英文一直強調 從來都沒有要放棄司法管轄權 但如果他一直堅持要用國與國的方式來進行 那最後的結果,其實就跟放棄司法管轄權沒有兩樣 所以在這一派的民眾眼裡 蔡英文在乎表面上的形式 比在乎司法正義還要多 自然就會不滿意他的回應 但在另一派更強調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人眼中 任何可能被中共吃豆腐的情況 都是要盡可能全力避開的 所以這一派人,一旦看出港府或中共的企圖 心裡閃出警戒的紅燈 就會把焦點放在蔡英文很努力 想要維持國與國框架的這件事情上面 認為他是在進行的中華民國總統,該有的責任 卻未必會認為他的處理會有問題 也就是說,只要大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 就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解讀 那我自己是覺得 政府一開始就表明拒絕收人 但最後又改變做法 這真的會讓很多民眾不太能接受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 港府甚至是中共政權 可能在背後盤算的政治考量 也的確不能完全忽略 那至於這一派已經走到一半的棋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做比較好呢?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就只能留給大家來討論囉! 理論為這件事情,台灣政府應該 A. 讓人來投案 但同時強力要求香港配合我們爭辦 否則你們就是在打假球 B. 主動把台灣這邊的調查證據送去香港 讓他們可以好好辦案 C. 呼籲香港自己修法 讓他們的管轄權可以適用在這個案子上 D. 其他的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吃農家來臺灣投案》的相關爭議可以怎麼看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再富奇一次香港為什麼要修逃犯條例》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 掰比!